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当年热播的电视剧《西游记》里的一个片段 今天我们带您去的这个地方 通天河国家森林公园就和西游记有着莫大的关系 通天河吸引人的不仅是原始生态的自然景观 更吸引人的是唐玄藏西天取经路过此地留下的那些传说和神话故事 那我们的通天河看到哪些奇色的景观呢 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 通天河国家森林公园 对于陕西省宝鸡市奉献檀范阵阵 由西河庙 透马居和新兆园三大景区斗城 传说唐僧取经曾经路过通天河 国际神规 晒金台 黄风洞等西游记系列景点 为通天河增添了许多神话和传奇色彩 通天河景区因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而声名悦扬 这里是通天河景区的仙女坛 每年的四到十月份 这里都会有非常有趣的演出 为游客免费奉送 师傅 前面有条河 咱们可以在此处歇息 出家人 看不得 看不得呀 哇 全是美女 八戒在仙女坛看到不少美女在坛边戏水 不由地又动了繁星 忘记师傅教诲 到河边偷看仙女嬉闹 景区的工作人员演绎得栩栩如生 让游客们忍俊不惊 偷看不说 这猪八戒还偷了仙女的衣服拿起来跑了 这也真够损的 没想到被悟空和沙和尚告到了师傅那里 师傅 师傅 大师补好了 怎么了 二十串他脱了几件女人的衣服 江山一宝 本性难以啊 带了一时一会儿再收拾 大家好 我是曾路 我们现在是在陕西省奉献的通天河景区 这个景点叫做仙女坛 每当旅游旺季的时候呢 景区工作人员就会穿上这样的衣服 来做实景的表演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加入其中 或者呢和仙女们拍拍照片 游客和演员拍照 甚至参与演出都是很受景区欢迎的 也很能增加景区的人气 仙女坛水质清澈 在通天河的下游 传说是西游记中仙女下凡 沐浴细水所在 利用这个景点和故事传说 通天河景区把西游记中 诸如女儿国等几个故事 进行演艺演出 给游客们带来了不少乐趣 在我们这儿吧 我们这里山清水啸 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整个国家都是你的 还有我 多谢女王美艺 东京河景区动植物种类繁多 是秦岭山脉一处天然的动植物保护 万亩云山折天蔽日 空气中弥漫着花草树木的香味 游客们在这里土固纳心释放压力 很是惬意 这棵树叫铁甲树 树皮粗糙 树叶硬如隔制 树枝均有些弯曲 据测定 这棵树的树林已遇1100年 见证人间的沧桑冷暖 历史变迁 在通天河的大森林中 这算是树王之一了 游客们会在红绸布上 写成祝福的话 抛化在树王的枝头 为生活祈福 为未来祈福 在莲花山脚下的通天河 已经没有了戏游戏中的波风浪急 有的只是宁静的河水 和在河中嬉戏玩闹的游客 每逢周末有一个旅游项目 虽然游客难忘 那就是这里的猪八戒背媳妇游戏 但是西游戏中的猪八戒 究竟是怎么背媳妇的呢 兰郡 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梁子 你别急 再走一程就到了 梁子 你怎么这么重量 你飞不动我了 飞得动 这个猪八戒背媳妇游戏啊 是景区的工作人员和游客 共同完成的一个活动 目的示范游客 在通天河景区放松身心 最后还有一个小奖品 给游客以示鼓励 这天昏啊 就是猪八戒呢 眼睛被蒙住之后 这五个媳妇呢 去挑逗他们 然后他们抓住哪个媳妇 哪个媳妇 就是他们的了 这个猪八戒背媳妇游戏 和西游戏里的情节完全不同 要的就是游客参与 分享快乐 猪八戒啊 到哪里都是个开心果 总能给人带来欢乐 这不 八戒先要蒙住眼睛转三圈 运动转向了 再由媳妇挑选 确定之后了 猪八戒们还得在对面 首先赛跑一百米 跑到媳妇面前 然后背上媳妇 再返回跑一百米出次 看来 背媳妇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哦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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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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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不累 不累 开心了 这是你媳妇 背着媳妇 不是真媳妇 不是不是 参与性很强 然后游乐性也很强 在童年河景区 像这样的游客 呼众的游戏 还有很多 游客能在游戏中 对古代民主 石游剧和电视剧 做一个宠温和回忆 还可以参与其中 自我发挥 甚至无厘头一切 自己快乐的同时 也给游客们 带来了心灵的愉悦 莲花山 因山石远观 如朵朵莲花而得名 莲花含苞欲放 尊处在山巒之中 放眼望去 风轮迭障 骑时临行 姿态漫浅 莲花山海拔 两千三百八十米 游客到通天河旅游 莲花山是必到的景点 山顶又有传说中的天丸 那天丸是什么样子呢 这是游客心中的念想 看运而上 可以看到诸如 孝天神犬 青毛狮子 佛纸石等等 大自然的鬼斧神宫之作 到达山顶 要通过两个一线天景观 旅程之中 总是有不少惊奇 让人流连忘返 天丸所在的位置 十分险峻 在莲花山顶 显得有些特立独行 这个呢 是我们莲花山上 最奇特的景观 天丸 它为什么奇特呢 就因为啊 它是既然形成的石碗 而且形状呢 非常像出家人用的波 就是咱们这个角度看不到 里面是凹陷进去的 对对对 因为安全起见 景区早已停止了游客 对天丸 近距离的接触 所以一般来说 游客现在看到的天丸 只是侧面 那么天丸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让我们揭开 它神秘的面纱吧 一年四季啊 不管天气多么的干旱 它的里面都有水 而且水非常的清澈 游客呢 他们爬这个莲花山登顶 目的就是为了看这个天丸 天丸 就是这个的精髓 对 来到这个通天河 感觉这个 这里的好多景点 跟那个西游记里面的景点 都有联系 特别漂亮 也特别神奇 从莲花山向西望去 就是著名的雄鹰展翅 在莲花山山顶 运气好的话 很多时候 因为天气的变化 突然间你就会发现 如都无礼雾中了 云海轻雾 薄如青沙 鸟鸟不绝 是仙境 还是梦境 有时候你感觉都是 品约间 看见山在天上 天在山脚 遥相呼吁 人似在天上 又似在人间 怪石 树木 如披上了青沙 仿佛失忆的所在 只剩其中 感受着自然的赏赐和馈赠 你会不由地感叹 大自然的造化 感叹 通天河的神奇 我们都是走着山路 一个多小时上来的 所以想想唐僧 七天许晶 需要多坚强的意志 才能够最后取得真经 当然了 想要看到最美的风景 一定要付出更多的辛劳 我相信啊 刚才和我们一块上山的 很多热爱户外的朋友 他们有更深的感受 是不是 我感受一下原始森林的气息 让我今天看到咱们 那个玄奘石呀 或者看到咱们 那个一些 关于有关西游记的一些景象 感觉一下子 好像回到童年时代 唐僧训练起今 是他的主题 联化风 美不胜受 大自然在不断变化 和演变中 常常会有一些 鬼斧神功的杰作 让我们人类叛为观止 在通天河 西河庙景区的河道里 你会惊奇地发现 顺河握着一块巨石 酷似乌龟 传说 这就是当年 驮唐僧师徒 渡过通天河的神龟了 过河 这次又要累你 驮我师徒 到东岸去了 我年年在此等候 正是为了 驮掌老们过河的 请上来吧 唐长老 我那年驮你 向如来询问年寿之时 如来 他有何指示啊 你到底给问了没有 啊 传说神龟拜托让唐僧 到了西天 问佛祖一生 他是修行一千三百年的老龟 何时能够脱胎换骨 变作人身 但是唐僧西天取经返回 却忘了老龟的事情 原来忘了 问哪 传说老龟怕佛祖怪罪 悟空找事 于是便逃离水工 游到此处 作画成石 也就是现在传说中的 驮金神龟了 驮金神龟 把唐僧师徒 丢在了通天河里 经书进水了 那么 在通天河景区 也能找到相应的 晒金台 这个晒金台 在距离 驮金神龟不到 百米处的地方 景区的工作人员 经常会象征性的 晾晒金书 这常常会让游客们 会心一笑 大自然不愧是 最伟大的艺术大师 他不经意间的 临摹雕刻 都会是留给 世界的杰作和财富 让人秀与匪浅 在您的旅途中 别忘了 再剩一双 发现美的眼睛 享受自然赋予 我们的世界盛宴 有人说 大自然生灵之间 是相互依存 相互塑造的 通天河的山石 让动物 有了山石的性格 反过来 动物又典化山石 化作了动物的形象 比如小天市 原始植被 高山石林 互不弹息 是通天河 森林公园的 鲜明特色 景区内有 四十多个景点 各所自然景观 高山石林 面积两千一亩 享有中国北方的石林 大西北之张家记的领域 大自然赐予了通天河 独特的资源和气质 通天河景区外的群众 也纷纷受益 在芙蓉的家 在通天河景区边上 村里主要靠发展旅游增生 她靠着从小 剪窗花 剪喜事的工地 利用通天河景区 游客众多的特点 主要从事 西游记故事的 剪纸创作销售 她的剪纸作品 人物形象生动 悦然之上 作为奉献 民间剪纸艺术传承人之一 这几年 戴芙蓉在陕西省 闯出了名气 已然自己 过上了小康生活 这个就是 西游记里的一个情景 这陀金神规 我们在景区能看到的 还有唐僧师徒四人 看看这多形象 大姐说 这副剪纸 得花费她四天的时间 那这副得卖多少钱 现在剪纸差不多 三四百块钱 价格也还能接受 毕竟是四天的劳动呢 如果来通天河旅游 您带这么一服回去 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剪纸 当中在这里 还跟着戴芙蓉 学了一下剪纸 通天河 西游记 剪纸 丢给她美好的记忆 通天河景区边上 到处都是干净整洁的农家乐 每当游客 从景区旅游出来 这里往往是吃饭 休息的首选 环境优美不说 农家乐里 还有许多在外面 很少能见到的美食 不仅健康美味 而且不美价廉 同所无期 非常受游客的欢迎 有一个特别好吃的美食 咱们需要到农家乐外面去吃 我现在在陕西奉献的唐藏镇 这里是当年唐僧 从长安出发西天取经的必经之路 唐僧曾经在这里落脚 要想知道这个镇的历史有多长 您看我身后的这棵古树 这棵古槐树 有1390年的树林了 看上去得有六七个成人 才能把它环保住 我来这儿是因为听说当地 有一个小吃特别的有名 它叫洋芋脚团 这个洋芋脚团在当地历史悠久 而且非常的有名 我相信当年唐僧一定也吃过 洋芋脚团 以土豆为主要原料烹炒的膳食 是当地非常流行的一种小吃 制作时 先将土豆去皮蒸熟 然后将蒸熟的土豆就雾锤捣碎 则成为洋芋脚团 但是捣碎的过程可是非常耗力气的哦 赵师傅 这二十个土豆 砸一回出来能出几碗 大概能出六碗 六碗 一碗多少钱 小碗卖三块 大碗卖四块 那还真不容易 因为这非常费体力的 砸的时候 你能够闻到有清香的土豆味 吐鼻而来 我能试一下吗 可以 如果游客来的话也能像我一样 尝试一下 如果您进到这个镇子里来 听到吭吱吭吱的声音 一定是谁家在做洋芋脚团 据说现在洋芋脚团在大酒店里吃不着 原来只能在集市上面能吃着 但是现在呢 这边为了发展旅游 挨家挨户都会做洋芋脚团 如果您愿意的话 也可以像我这样尝试一下 好重啊 没什么技巧 就需要满劲是吗 这种活一般是不是都是男人干啊 这样差不多了吗 不行 土豆经过二十公斤的锤打之后 就变成了脚团 那大姐怎么吃啊 这脚团 把碗蒜一下 这个做倒掉 倒掉原因就是脚团它就不沾碗 这算是经验 对 你看 咱们愣一下 还得需要沾一下水 因为太粘了 对 它这个粘性特别好 曾璐在赵师傅的帮助下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他把洋芋脚团做好 制作完成的洋芋脚团 具有类似糯米瓷巴的弹性和粘性 有独特的质感 吃起来根据不同的口味 可以加酸菜 或者添加麻辣新香的调味料 不以而足 看起来就让人很有食欲 它像那个糯米瓷巴 要有它的粘性和弹性 而且非常的柔软细滑 能闻到土豆的清香味 看上去好像和西餐 西餐里面的土豆泥 有点类似 但是口感完全不一样 更滑一些 我觉得吧 在这样的古槐树之下 吃着这么一碗洋芋脚团 吃的已经不仅仅是土豆了 还有历史和文化在里边 格外的香甜 刘小天市 洋芋营养丰富 素有地下苹果之美誉 洋芋的蛋白质含量高 所含甲美高于精米白面 是一种碱性食品 可以代替主食 在通天河 美丽的森林植被景观 在不同海拔 不同季节 有着多姿多彩的变化 通天河的秋 层次分明 阿娜有至 不同的海拔 即使在同一个季节 颜色也大不相同 而通天河的美 就藏在这植被变化里 它的风影 它的灿烂 它的深邃 在不经意间 变幻着四季的轮回 生生不息 行走在通天河景区里 很多景点都会让您联想到 当年电视区西游记里 那些经典的场景 当地人用他们的智慧 把这里的山水和这部古典名著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也给他们带来了意外的收获 每年有上百万的游客 到此观光旅游 当然了 我要提醒您来这 千万不要放了品尝 这里的美食 洋艺小团 每一中国行 生态乡村游 我们继续出发 我们在通天河 亲近大自然的同时 也仿佛走进了一段历史 古墓参天 风花雪月 我们早已见惯 但是能够在享受 大自然造化的同时 把民间的材质 融入到美景之中 让群众致富 让景区受益 这种智慧和创新思维 值得其他地方解解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吧 数千年前 就有人在秦岭深处 修建起了连接南北的高速公路 这高速公路是如何修建起来的呢 一群小伙子在梅花庄之上 闪转横挪如铝平地 他们的功夫是如何练成的呢 敬请收看探秘古战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